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手没事吧 没事 我去冲一下 你今天忙了一整通 肚子应该饿了 吃点东西吧 这个周末你有空吗 我要办同学会 我想说 先语 你怎么来了 王淑薇跟我说 这里正在建造智能楼板 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 顺便就遇到 师傅 太不巧了 我们刚好要走了 瑶瑶约了我们两个去吃饭 对了 她为了可以做你的饮饭 精心准备了两盒衣服 想要给你的精心 你可不能不领这份情哦 我还没有说要跟谁去 对啊 无限于你朋友特别好 你不要着急 慢慢想 反正 我已经知道你要带谁去了 对吧 瑶瑶 我们走了 需要给我 知道吗 快点 快点 PF 초 快点 咱 快点 快点 让人 快点 快点 刚刚你说的是真的吗 瑶瑶什么时候约我们吃饭 瑶瑶没有约会 是我 想约你一起吃饭 你为什么要说谎 玉玲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其实我没有说谎 我是真的想让你做我的女伴 男人都好生 尤其是打败想胡千亿这样的对手 而我也想听懂你的放心 喂 瑶瑶在马哈 你会朋友去超市活动吗 好啊 我没什么事 我们一会儿见 好吧 一会儿见 不好意思啊 这回真的是瑶瑶 晚上没办法陪你吃饭 那下次吧 我先送你过去吧 我先送你过去吧 你是跟我哥在一起啊 我们俩是刚巧碰到 你对我来说这么重要 你叫我来我当然来 那既然那么巧 我们就一起逛吧 这种地方 男士进入不太合适吧 会让我的魅力值直现下降 是 晚上我还有事 你们自己去玩吧 好吧 拜拜 来 来 走 走 瑶瑶 你怎么想到会来超市呢 这也太不像你了吧 怎么不像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你光商场好玩都了 好吧 好吧 这个葱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 大小姐 这明明就是窝笋不是葱 你到底是来逛超市的 还是来玩的 我当时来买菜的 我今天晚上还要做菜呢 做菜 怎么之前没有听说过 你会做菜啊 我们最近有个活动 是我们要去敬老院 给老人做菜吃 我作为主办方什么都不做 也太说不过去了 我们得提前练习练习吧 怎么练习啊 千语不是很会做菜吗 那她的嘴巴一定很雕啦 如果我做做菜 她就喜欢吃的话 那我们跟您合格啦 喂 林 你从小跟千语一起 长大 一定知道她喜欢什么 给你煎一杯 你呢 就都买一些家常菜 只要不油腻 她应该都喜欢吃 好 你真的不跟我回家吃饭了 我真的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了 晚上还有事情呢 对了 你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哦 好 那我改天再约你啦 谢谢你 注意安全啊 慢点儿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数字公寓概念 是来自于超级手机 所以我们希望把超级手机 跟我们的电器做结合 例如说电视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去控制它 另外的话 在洗衣机部分 沐晨 你晚上有事吗 要不要去出来跑步 超级手机 可以通过遥控和监管 来操控这部洗衣机 完全区别于 传统使用的洗衣机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都可以记住 超级手机 还有数字公寓 也是我们今年最大的计划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立 当然 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 可以 稍后联系 是衣橱 衣橱的部分 大家可以讨论 这会儿得看一下 这边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晚上还有事情 辛苦了 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好的 来 把电脑惯了 老板 你知不知道沐晨去哪儿了 去干吗了 去哪儿 他和林维林去跑步 你怎么知道 刚刚他和维林 在发短信 我在一旁偷看 老板 你 你不紧张啊 我现在紧张的是工作 你还是少跟我啰嗦 出去帮我买点东西吧 我心里不在乎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